您是否在上網時常常看到這些圖片 搭配著各種時事或好笑的文字戳中你的心聲 這些民音梗圖成為許多民眾在網路世界的愛用途 眾家寬評攜手政大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 與白四代關懷協會 舉辦2022元宇宙媒體試讀民音梗圖創作比賽 吸引不少人投稿參賽發揮倡議創作 就是分成兩個一個是現實中一個是網路中 就現實中是一個比較邋遢的一個大叔 可是他在網路中就是一個很帥氣 就旁邊有很多女生的一個帥氣的小男人 就是男人這樣對就是兩個很對比的 就是網路上其實你看到的其實不一定是真的 就是像我作品中有一個男人 就他是戴VR眼鏡 就他在網路上其實是一個很風光的一個男子 可是他現實當中其實跟他網路上是不同的 所以這是我想表達的 大家看到圓宇宙這樣的一個名詞 大家知道圓宇宙是一個 未來網際網路一新的一個世代 他結合了虛擬跟實際 那一聽到梗圖大家又可以很直接的聯想到 最近就在網路上非常夯的 他跟政治有一些相關連 尤其在選舉期間 但是因為這樣一個梗圖的發送 其實對於媒體試讀就真假訊息的一個考驗 其實是相當相當的大 那麼中加集團中加寬頻集團 最近在這幾年呢其實持續的長期投入 媒體試讀的一個推廣教育 那我們深入校園深入社區到每個角落去 我們辦了超過200場的一個活動 當然希望就是推廣這樣一個媒體試讀的一個教育 那麼有機會透過這樣名音梗圖的一個比賽 然後結合了媒體試讀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活動 那持續未來中加寬頻也會 持續來推動媒體試讀 希望把全民的這樣媒體試讀的一個教育 能夠往上來提升 當數位科技成為民眾的日常 青少兒的美感素養與上網趨勢如何 也成為家長關注議題 白絲帶關懷協會執行長兼政大傳播學員教授 黃威威發表調查報告 探言學生沒幹呈現高於在線反思層面 政大跟白絲帶關懷協會 我們大概從十年前我們就意識到一個現象 就是數位它是一個創世紀的過程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拒絕科技的演進 包含現在元宇宙的到來 所以其實在我們白絲帶關懷協會 跟政大一起合作上網安全的預防教育之外 我們同時也覺得 那孩子要用科技做些什麼 所以我們教孩子玩創意 讓他們透過科技去記錄在生活當中的美感 那這一次是我們第一次發表台灣青少兒的 不只是上網趨勢 還包含他們的美感素養 那當然也是因為在過去三年 政大的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我們進入到偏鄉 在國小國中高中還有大學去推數位文化美感 這樣的一個教育 也結合上網安全的一些概念 那這一次我們的研究是發現說 特別在過去這兩年的疫情的一個來襲 起起伏伏消長的狀態 其實所有的成年人跟我們的孩子都在家裡 食衣住行娛樂學習都在家裡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再用過去的網路成癮的一個定義 去看待使用手機或網路的情形 那但是我們會去看他 他用什麼樣的態度 跟用什麼樣的動機在上網 那這次我們發現說 其實即使疫情有的時候鬆緩 大家有機會到一些小館去用餐 或者是在一些戶外運動 所有的成年人跟我們的孩子都會用手機打卡 去記錄一些佳搖或風景的美感 那我們的調查在美感室長發現 我們覺得說小學五年級到大學四年級 整個的在學學生 其實玩打卡或者是記錄美感 基本上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日常 可是再進一步 那只是在美感呈現的部分 但是在美感在線反思的部分 我們發現在這個層面 其實我們的調查的青少兒的在學學生 在這一塊是很缺乏的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在美感上面的見賞 還有怎麼樣運用科技世界平台上面的一些美感 去創造生活當中的美感經驗 他們可能是用具有已經大家存在的梗圖圖像去做 但是他自己有沒有一個原創性 這個是我們所關心的 也因此在這一次的元宇宙 民營梗圖的媒體試讀的這樣的一個頒獎典禮跟 這樣的一個競賽 我們就選出了 這次投稿加上學生和社會組 學生組比較多 大概有290幾件 將近300件 這是我們第一次辦 屬於民營梗圖的媒體試讀的投稿 然後那這些作品裡面 其實像今天入圍的這些同學跟社會人士都是屬於原創性的 也就是他們不再是用既有的一些網路上授權的圖片 然後去反思一些媒體或數位世界的現象 而是他自己可以用原創不管是照片 或者是他自己用數位繪圖的技巧去呈現 所以我們其實想要倡議的是說 除了要留心上網安全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善用科技 去享受這當中生活或者是 許多生命經驗的美好 中價寬屏持續推廣媒體試讀 除了前進社區教導民眾分辨假訊息 更串聯大專院校為高中學生量身打造微課程 這次贊助原宇宙媒體試讀民營梗圖創作比賽 期盼透過各種方式喚醒社會大眾關注媒體試讀 記者温宇俊台北報導